Hello大家好,我是赵波哥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朋友拿一个逆病器过来 然后让我帮他修一下 他说是按键不灵 让我帮他检查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插电 然后看一下吧 这个是A牌095的 这个明显是不灵了 现在我用这个按键按 它是不行的 加频率 这个麦宽可以 捡又不可以哦 这边有一颗按键也不行 有三个按键不行 这里也不行 然后我们用这个手柄看一下 他说手柄是可以的 这个手柄是可以的 那等一下我们把这些按键给他换了 然后我们拆开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这个095的之前我也看了好久 其实这个095P 095P它里边用料还是不错的 这个有两个关断电杆 还有四个关断电容 两个两个大管的可控硅 然后这些功力管都是用用大的 用大管的 每边有五个大管 说明它功力也是挺大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095的功力是多大 我没查 我们还是把它的手柄给它修好吧 现在呢 我把它换好了 就是 把这些按键都换出来了 这些都生锈了 这些都腐蚀了 因为因为它是进水 那么现在就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很正常了 这个加一键也得了 加一键也得了 这些按键都可以了 还是很不错的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